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做露營安裝分享的車種別是VOLVO的V60 但這台呢比較特別是V60的CC就是Cross Country 就是一般跟一般的V60版本比較不同 我們來看一下他原廠的懸吊系統 原廠的前面呢是麥花枕後面是多連桿 前面的話呢跟一般的V其實這台的底盤大致上是跟一般的V60是一樣的 那差別在前後桶先的長度還有阻尼跟堂皇的棒數不太一樣 先來看一下前面因為前面已經安裝好了 這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這一台呢我們前面為了要舒適呢 所以前面的話是用沿用沿廠上座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是配置了7公斤 那上座的話呢是沿用沿廠的 所以他上座之外呢還有一個轉接座 然後轉接座再下來呢才是我們的這一條7公斤的彈簧 看一下 看一下 然後下面下方照上來 那上方的話這裡有一個轉接座 轉接座下方呢才是我們這一條7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位置 這個是油管架 ABS感應線呢就跟原廠一樣 原廠就有一個固定的吊架 所以這些位置呢都是仿造原廠 前面的V60 把這個試蓋呢把它打開之後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KT的道路板產品 這套產品呢是軟硬30段可調 那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在上座的地方 那這個小調整 銀色的調整鈕裡面 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這台是2015年 才有V60一般稱的CC 那邊可以看到上座還打開的 就是從那邊維修孔打開之後呢 就能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就是這個維修孔把它打開之後 就能做調整 那KT的用料部分 譬如說裡面的 筒身裡面的鼠尼油 裡面的鼠尼油 是用意大利IP進口的鼠尼油 這個是從意大利一整桶 原裝進口來台灣的鼠尼油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所以它的品質呢還相當相當穩定 它裡面的最主要的油封系列呢 就是用日本的NOK 然後上座的話呢 這台沒有上 是沿用原廠的上座 這是前面懸吊系統的部分 CC的原廠配胎呢 就配19吋 所以這條胎是PS3 規格的話呢 是2354519 一般V60應該是配置的是18吋 後面的話呢 左後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左後的上座 KT有附一個上座 不用再拆原廠上座來使用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調整機構 後面的Hilo key呢 是裝在上方 它調整高低的時候呢 並不會靠壓縮彈簧的方式來改變車高 而是靠這個基座的相對的長短來改變車高 這個基座變長之後呢 它的車高就變高 變低之後呢 就會變短之後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原廠的後面車高其實不高 輪胎的上緣啊 距離S版差不多是30幅左右 前面的話大概是30 30多一點點 所以今天的預計就是要稍微做微降而已 微降個大概半指幅左右 後面的防塵套部分 跟原廠的設計一樣 是做全罩式的防塵套 就是會做軸心 全面性的保護 把軸心藏在裡面 這樣的話呢 對軸心的保護效果會比較好一些 換個角度來看一下後下方的懸吊系統 車主本來就有改了小蟲他們家的那個 後下防晴桿 後下防晴桿 這個是原廠要定位的時候的偏心螺絲 這是在調頭硬的角度 CAMBER部分的話應該是不能調整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 安裝的時候記得 把饅頭把它拆掉 因為我們同心裡面呢 就保護的饅頭了 所以原廠的饅頭可以把它拆掉 基本上這台都還是原廠的設定 就只有改了後下防晴桿跟避震器而已 這是V60的一般稱的V60CC Cross Country 目前只有剩下一般微調而已 等一下就可以裝輪胎試乘了 它的版本比一般的V60 尤其是後面的桶芯呢 V60CC的話呢 長度稍微長一點點 來看一下車頭的部分 它的車頭也跟一般的V60CC不太一樣 我們爬到上面來看一下它的阻泥水 這個就是上座沿用的部分 那它的阻泥呢 指的就在這邊 順時針這個方向調整就是變硬 逆時針調整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 維修蓋打開就能做調整 所以這一台是V60CC的一些安裝介紹 謝謝大家 有問題的話呢 可以留言跟我們的KT的粉絲團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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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dia 好